我們現在是新年樓的新年樓 來到市場三樓里民活動中心 裡頭黑漆漆一片 牆壁屋頂被熏成焦黑 活動中心因為屋領老舊 頂樓漏水嚴重 110年發生火警 疑似漏水導致電線走火 市府緊急封閉修繕 像這個上面那個紅色 就是我們把電話板打掉之後 發現到一些鋼筋 鋼筋的部分 可能當初那個保護層都已經脫落 鋼筋都已經裸露 加上我們這邊算比較靠海邊 所以說那個 所以說它俯視蠻快的 那所以說這邊 我們目前就是先處理鋼筋的鋼筋 以結構安全先處理 桃園棟位在二樓的祖孫館 因為頂樓漏水飽受困擾 館內到處可見裝漏水水桶 而像這樣漏水點在祖孫館至少有兩處 基於安全考量 祖孫館暫停營運超過一年 三樓的位置 我們剛剛拍三樓相對位置 對下來就是這新的 剛好我們活動空間的正中 民眾也希望我們這麼好的環內設施 可以盡量盡快找一點提供 就來使用 那就剛剛相對講的 因為這整道能耐震補強 已經做了大概一年度 那後續我們已經把裡面 我們內部有影響到的部分 然後我們都做重新另外找機會來做重新整修完畢 那後續才發現我們三樓的民會堂那邊又漏水 那造成中間活動空間也漏水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馬上對外開 關心祖孫館及活動中心修繕的進度 金融市議員張浩漢 會同居公所 民政處及社會處等單位前往會堪 希望能夠加速工程修繕速度 那因為從2010年10月發生火災 那導致上方的李明會堂以及祖孫館 那到至今都完全無法使用 那今天我特別邀請市政府的一個各個單位 來到現場來辦理一個勘查 那實際上了解現在整個工程 就是修復工程的一個進度 那其實上面有實際上發現說 我們調整市場三樓的最後的李明會堂空間 那現在持續的還有發生滲水的現象 那導致二樓的祖孫館 那還有在滴水 那因為怕這些的一個滲水 那影響祖孫館民眾使用這上面的安全 所以祖孫館到現在呢 那一直還沒有開放 那目前我們有要求中正區公所 那以及我們金融市政府 那應盡數來把三樓的一個滲水問題 先來做一個排除 讓民眾期待已久的祖孫館 能夠來做一個優先開放 那至於三樓的一個部分 然後我們現在也在持續來希望說 請市政府編列相關的經費 那儘快把防漏的工程能夠來完成 那讓我們八樓紫沙紫的一個李明 在做李明活動上面 才能擁有足夠的一個空間 那這個部分的話我們期待 應該會在二月底前 那我們希望把祖孫館的這些工程來完成 讓我們民眾能夠盡早使用祖孫館的一個範圍 那至於李明活動的空間 因為牽扯到上方的一個防水的一個相關工程 可能要到今年年中才有機會來做一個開放 那我們身為地方市議員 我們會繼續監督這樣的一個施工的進程 那希望早日把這些空間還給我們的基隆市民 其實因為它是2021年的11月份的火災 那青鋼加掉落以後才看到天花板的鋼筋裸露 跟天花板頂樓的漏水 所以一直導致是都環環相扣 頂樓漏三樓到二樓 所以一直變工程的進度延宕疫情 那還有可能有物料的上漲 這些都是綜合性的因素 現在謝市長跟浩漢議員這邊去工所都一直全力來協助 所以只希望能工程進度加速 謝市長這邊其實跟區工所區長 還有我們張浩議員 都已經全力在support這個 我們三樓沙子里的靈活動中心 那讓它的這個防水工程跟那個天花板的補強 能盡快去修復 也便利我們祖孫館能重新開放 那當然是全力支持 也希望這個工程進度能加速 然後以便於民 大家能重新回到這個祖孫館也好 還有沙子里民活動中心 再讓長者長輩重新有一個空間活動使用 沙子里民活動中心大概屋裡已經三四十年 那原本在製作中本來被搶到沒有那麼嚴重 結果按照現況我們把屋頂打開之後 發現到很多東西是保護層已經脫落 而且鋼筋有鏽死嚴重 所以我目前大概就是先結構安全 先做一個防護 反而有些可能板的部分比較薄 所以都在那個地方又有管線的問題 所以那邊造成一個漏水的情況 那因為樓下又是社會處他們所用的祖孫館 可能在這個地方有造成一個滲漏水的情形 目前我們短期內的處理方式就是把這個 滲漏水先把它抓出來 先把它做一個改善 然後讓祖孫館那邊做一個使用 那長期上我們在屋頂上也規劃一個平屋頂的方式 這樣長期上可以做一個改善的一個防水 由於民眾期盼祖孫館能夠早日開放 經過現場會堪 張浩漢協調工程單位優先處理祖孫館漏水點 期盼二月底就能夠完工啟用 至於三樓的漏水點 預計第一期的經費要四百多萬元 最快能夠在年中完成修繕 張浩漢承諾將會爭取更多的經費 徹底解決大樓漏水問題 記者黃紹明 金融報導